就在十一月十九號苗栗泰安鄉八卦村爆出有泰雅族 縱風富人潘秀芬房屋修善案遭退見引起各界關注 隔了近一個星期再次來到潘秀芬居所 大兒子黃永光道出生活現況 因為擔心積欠大清醫院近九萬元的住院費用 因此黃永光不願意致大清醫院辦理三強證明 也因為遲遲不去辦理無法工作的證明 因此無法申請低收入戶 與房屋修善補助資格 鄉長表示 縣補方面願意協助 另外 泰安鄉公所將會協助黃永光取得三強證明 毫無申請房屋修善的補助費用 而房屋修善問題近期渴望獲得解決 不過 何可證明還必須要協助 而另外 泰安鄉公所將會協助黃永光 取得三強證明 毫無申請房屋修善的補助費用 而房屋修善問題近期渴望獲得解決 不過 何可證明還必須要協助 最快要三個月才能取得 接著 巴魯塞 苗栗灘參考